尊敬的最统修,最护法,大家祈祥阿弥陀佛。 感谢大家,给我这个机会,借这个功修的姻缘,来跟大家讲讲话。 最主要的,希望我们借这个念佛的姻缘,将来能够同生极乐过,这个比什么更重要的? 所以过去,我们师父上人,常常在讲经当中提醒我们, 我们建立道场不是以热闹,香火鼎盛为成就,不是为了这个。 最主要的道场的建立,能不能成就,就是以往生净土为第一。 这个就是我们师父的,对我们同修们有一个很大的期望。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道场,只有一个目标,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比什么更重要? 所以今天呢,要跟大家来说明,念佛不是消极,我们念佛就是来成就自己。 因为释述,因为释述,因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得很清楚。 六道轮回之苦,我们一定要觉悟。 生死无常,我们也要觉悟。 所以,明白这个事实真相,了解这个事实真相,了解这个事实真相,我们应当要发愿。 得到救尽乐,离救尽苦。 这样我们念佛呢,才不会白费。 这样我们来修行,我们来到这个事情,那就不白来了。 这个就是,为什么在共修当中,我们要互相的提醒,没有别的。 所以今天呢,师傅要借这个因缘,来跟大家讲讲。 那如何修行方法,才能够得生比过呢? 今天要跟大家的就是这个题目。 我们要如何修行呢? 用什么方法,我们才能够得生比过,得生比过是指西方极乐世界。 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? 我们要具足什么样的条件? 这个很重要。 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,就好像一种工具。 以这一句名号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。 阿弥陀佛来接用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但是这一句名号能不能起作用,关键在哪里? 那这个很重要的。 所以尊敬的,所以同修大德,我们每个星期见面的时间少。 跟大家讲话的时间也很短,那你要珍惜。 不是我们每一次有这个机会,特别能够闻到净土。 像我这一生,我非常感谢我们师父上人,能够遇到他老人家,再加上能够有机会闻到净土。 这一生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珍贵,没有比这个更重要。 世界上什么样都带不走。 那我们何必的这么勉强啊,强求的每一件事放在心上。 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牵挂? 要牵挂怎么样的方法? 要怎么样来修行? 要预备什么样的条件? 具足什么样的条件? 我们将来能够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那这个很重要。 那什么条件呢? 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说的。 我们看下面。 好,大家来请合掌,我们一起来读。 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里面告诉我们的。 告诉佛的藏水弟子一千两百五十五个人,以代表。 告诉这些菩萨来参理这个法会,以弥勒菩萨,长经经菩萨,文书斯利菩萨为代表。 人天,以刀利天的天主,四体环音为代表。 那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? 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。 我们来读。 释迦牟尼佛不可以扫善跟福德因缘,得生彼国。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。 从这个地方角度我们来看,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明确的告诉我们,讲得非常的清楚。 一个人能不能往生西方极的世界,关键在不可以扫善跟福德因缘。 我们很多人念迷牟尼佛经,常常把这一段经文忽略了,轻易把它放过。 那今天我们来看,如何修善跟福德因缘呢? 怎么修啊? 嗯? 曾经的,同兄们,怎么修呢? 师父,我有在念佛啊,天天都在念阿弥陀佛啊,对啊。 但是你这个阿弥陀佛的上根有没有具足? 你这一句名号的福德有没有具足? 你这一句名号的因缘有没有具足? 有没有? 有啊,好像看起来有啊。 我们大家都继位于处嘛,师父,我们都在念这句阿弥陀佛。 但是你有没有真的具足了? 我们先看下面,什么叫做上根? 旧老师。 上根呢,都是讲我们对这个法门,对于这一句名号,就是念佛法门。 你有没有坚定的信心? 有没有深信? 对这个法门,有没有一丝毫的怀疑? 没有。 而听到这一句名号,听到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, 听到五量寿经,听到净土五经, 一论,你能够欢喜心而接受,这个就是上根。 但是很可惜啊,虽然我们在念佛, 欧异大师说得好, 我们的上根少啊,什么叫上根少? 它半信半疑啊。 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深信啊, 你早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, 你早就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, 你早就跟西方企的世界, 一些诸仲大菩萨,诸佛如来, 都在一起了。 还有在今天, 在这个地方,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 有两种人, 一个是业力而熟, 生在这个环境, 第二个是使命的, 使命者就是诸佛菩萨, 他们有使命来到这个世界, 来为众生, 帮助众生离苦得了。 那第二种人是因为业力, 那我们今天是业力来的, 不是愿力来的, 区别在这个地方。 出于尊敬的, 出于同修大德, 我们有没有真深信啊, 关键在你自己, 不是在佛福上。 所以今天, 我常常啊, 这几天做一个研讨, 师父在这个澳洲住了两年, 这两年下来, 前几天师父做一个检讨, 师父出家了, 出了将近二十几年了。 今天我们遇到这个净土, 遇到这个念佛, 等于是什么了? 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啊, 要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, 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个法门, 等于给我们自己啊, 一个机会, 什么机会呢? 了生死, 初三界, 超越六道轮回, 超越十法界, 然后呢, 因缘居足, 能够一生圆满, 俱至成佛的机会。 如果你这个把这个机会超过了, 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, 那真的很可惜耶, 你没有体会到这个道理吗? 人生太短暂了啊, 来到这个世间活了几十年而已, 时间到了, 各走各路的, 今天我们遇到这个法门, 就算有一丝毫的机会, 我们不要把它轻易看过了, 轻易把它放过, 所谓的, 过了这个春, 没有那个点, 不要以为等到来世, 我再来念佛, 等到来世, 我再来修行, 等到来世, 我才来真正用功念佛, 往生西方结德世界, 不是每一次有这样的机会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非常难得的机会啊, 那我们要珍惜, 这个叫做上根啊, 你欢喜, 听到这句阿弥陀佛, 听到有西方吉德世界, 无尽的庄园, 无尽的美好, 我这一生我真的我要好好珍惜这个姻缘。 所以我们很多念佛的人, 就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, 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? 就是我们一生念佛的功夫, 所谓的父之东有啊, 就白费了。 这个就是上根。 那你今天想一想, 你的上根具足了没有? 师父啊, 没关系啦, 慢慢来, 你慢慢来, 阿弥陀佛也慢慢来, 你不急, 阿弥陀佛也不急, 没关系。 反正阿弥陀佛无量寿嘛, 你要什么时候觉悟, 你什么时候要来啊, 我就来接你。 你不想来, 阿弥陀佛也没关系, 也不勉强。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一些老人家, 还在忙这个, 忙那一个。 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混几年啊, 还要能够, 还要几年给我们混的。 我们还不拼命来念佛啊, 不好好珍惜。 不要等到临终的时候, 那个临终来培养, 上根是没办法培养的, 很难培养。 千万当中能够难得起义啊,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, 不是每一次我们有这样的因缘, 不是每一次有我们这些上根有这个机会。 所以, 要什么样的我们来培养? 在日常生活, 活在当下来培养, 好好念佛。 所以不用用那个侥幸来学习, 用这种侥幸的心态来念佛, 那个是不行的。 那这个就是上根, 那福德是什么呢? 我们看下面。 福德最重要是假, 你有没有坚定的愿心, 就是说你的愿心坚定, 你这一生只有一个愿望, 什么愿望呢? 就是亲近阿弥陀佛, 求生西方极的事情, 愿意老实听话, 老实念佛, 听佛的教诲能行能证。 那今天我问大家, 你的福德有没有具足? 偶尔大师常常讲, 这样殊胜的法门我们遇到了, 但是很可惜, 福德潮啊。 什么叫福德? 你不肯真, 你不肯真修行啊, 把修行当做什么? 当做玩票。 哎呀,今天念佛啦, 明天休息几天没关系, 等下个星期再来念佛, 那怎么行呢? 你不是真正发心在修行的。 所以很多人问我师父, 有怎么样来培养你的福德? 念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? 就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阿弥陀佛。 那个才是重要啊。 今天我们口中断不断不要紧, 最主要的, 你那个心有没有的向往? 你那个心有没有阿弥陀佛? 那种心念念不舍, 除此之外, 除了阿弥陀佛, 其他的念头我都没有了。 第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, 第二个念头就是许言的。 只要你用这样的方法, 我的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。 哪怕是我在念佛当中, 虽然我没有念, 但是我心里面都是有阿弥陀佛。 那我们一定会往生西方净土的。 就好像以前过去, 常常人家用一个比喻, 好像以前那个孝子, 常常想着母亲那种, 那个母子, 怜心那种心态, 用这种心态来念佛, 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但是现代用这种的比喻, 不恰当, 为什么不恰当?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, 真正要找到一个孝子很少。 那用什么比喻呢? 比方说, 我们家里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手机? 你看那个手机, 24小时不离生的。 走到哪里手机, 吃饭手机, 反正什么样都吃, 煮菜, 睡觉, 起床, 什么都手机。 一天如果没有手机的话, 你会感觉好像很辛苦, 是不是这个样子? 走到哪里都是, 手机都都带到哪里的。 如果今天你能够用这种的心态来念阿弥陀佛, 把这个手机当做是阿弥陀佛, 我告诉你, 一万当中, 一万通通都是念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但是我们没办法呀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, 心里面没有佛, 只是口在念阿弥陀佛, 心里面装的是什么? 你的喜气, 你的烦恼, 你的五一六成, 你的贪生之脉鱼, 你的明文利养, 你的基督心, 你的障碍, 种种的。 你怎么念阿弥陀佛, 你也不会往生进土的。 所以心里面有佛, 什么样的障碍不会有的。 因为你心里面阿弥陀佛嘛,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, 顺境也好, 秘境也好, 都是好事的, 哪有障碍的。 你心里面有阿弥陀佛, 一切众生都是菩萨, 哪有你不喜欢的人, 你讨厌的人, 没有啊。 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佛, 所以障碍很多。 这个不喜欢, 那个不喜欢, 这个计较, 那个计较。 计较到最后, 什么都带不走。 这个就是我们的障碍。 所以很多人说, 师父, 哎呀, 明年可能澳洲可能会开放, 师父, 可以到国外去旅行, 可不可以? 可以。 师父, 我明天要回国家了, 能不能回家? 可以。 师父, 明天要建一个大道场, 可不可以? 可以。 但是你不能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。 你要随云而遇, 随起功德。 有一年既走就走, 哎, 我们虽然去礼求, 去旅游, 但是佛号也不间断。 这个就是福德嘛。 你那个心, 都是阿弥陀佛, 你那个愿, 都是西方其中的世界, 哪来不具足严满的福德呢? 那我们看第三个条件是什么? 因缘。 今天我们什么叫做因缘? 遇到真正的善知识, 把这个法门来介绍给我们, 能信, 能解, 能行, 这个就是因缘。 像今天师父为大家来介绍, 释迦牟尼佛在《自阿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, 这个也是我们所讲的, 我们遇到这个因缘, 那你要发心啊, 你要发愿, 最尊敬的, 最统修大的, 只要你能够具足这个三个条件, 具足这个三个条件, 那你今天往生西方其中的世界, 那就容易了。 所以回去睡觉之前, 做一个思考检讨, 师父今天所讲的, 阿弥陀经所说的, 不可以手上跟福德因缘, 我具足了没有? 如果你感觉, 我还是不具足, 那怎么办呢? 可以补的吗? 来补, 用什么方法来补? 虔诚, 恭敬,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, 重新发愿, 告诉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 保护我, 我这一生, 只有一个愿望,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, 我一定要到你那边, 我要亲见你老人家, 我要亲见诸佛福萨, 祈求诸佛福萨, 祈求阿弥陀佛, 游护我, 保护我, 让我这个菩提道心, 能够顺利, 无有障碍, 你要这样的检讨, 天天的检讨, 像师父每天晚上就是这个,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, 在佛的面前, 师父就是这样做的, 祈求诸佛福萨来加持的, 你要这样学呀, 才不会在修行当中,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, 处世带人介乎, 才不会很多的障碍, 让佛福萨来保护我们, 加持我们,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时间, 时间到了, 我们自有自在, 自自在在的, 无有障碍, 往生西方净土, 多么好啊, 这样说明大概清楚吗? 所以今天你想一想, 自己去思维一下, 我的上根福的因缘记住了没有? 这个就是我们听经文法的主要性, 大家一定要知道, 那很多人问我, 师父我们念佛要念多久呢? 才能够往生净土呢? 我们看下面, 你就明白了, 一切众生聚足了上根福的因缘, 念佛要念多久才可以成就呢? 我们看经文, 大家请和长, 我们一起来念,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,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, 讲得非常的明确, 一个人记足上根福的因缘, 只要他能够坚定的心来念佛, 今天多久成就呢? 你看释迦牟尼佛讲, 若一日乃至七日, 都能够得胜比国耶, 那我们今天念多久了? 我们今天念佛念了多久呢? 一年了, 两年了, 三年了, 五年, 十年, 你看弥陀经不是讲得很清楚吗? 若一日乃至七日, 都能够得胜比国, 我们今天念了几天啊, 那还是一样, 那其实呢, 这个是佛在弥陀经讲的, 如果在五量寿经, 依照五量寿经佛是怎么说的? 你看下面, 那五量寿经怎么说呢? 五量寿经, 这念弥陀名号, 得胜净土要多久呢? 一念乃至十念都能够成就耶, 不是若一日乃至七日哦, 一念乃至十念都能够往生西方极的世界, 所以尊敬的最统修大的, 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恳切, 告诉我们, 只要你的心坚定的, 恳切的, 都能够往生净土的, 是真的耶, 像那个美国华府, 有一位老居士, 叫做周广大老居士, 周广大老居士啊, 医生没有亲近佛法, 但是可惜晚年的时候得什么病呢? 癌症耶, 现在很多人哦, 医院啊, 你看我们雪梨啊, 我们有一个护法, 他在这个雪梨大医院, 做哪一个部门呢? 他是一个护士, 就是专门照顾这些得癌症, 他说师父啊, 我每天看到人家得癌症的, 那个苦不堪圆耶, 好辛苦耶, 师父, 每一天都有人来, 十个里面几乎六个都是得癌症, 你想一想, 那个得癌症很苦耶, 那个痛起来也好痛耶, 不能开玩笑, 那个周广大老居士啊, 晚年啊, 他是开面包店的, 面包店, 晚年的时候得了癌症, 很痛苦啊, 天天在那边熬啊, 很痛苦啊, 太太看到这样的情形啊, 非常的痛苦, 每一天啊, 掉眼泪, 看到自己的亲爱的, 看到自己这么几十年生活一起下来的, 看到这样的情形苦不堪圆, 但是很有上根遇到了华府的这些同修, 然后把这些同修啊, 请到家里, 没想到周广大老居士, 有上根有福的因缘, 听到这句阿弥陀佛, 听到大家给他介绍西方解释事件, 无尽的庄严, 无尽的美好, 哎, 欢喜心接受了, 没想到跟着念佛, 哎, 这个痛苦, 因为病痛, 这个痛啊, 慢慢的感觉这个痛补有了, 消失了, 起了一个很有信心, 告诉大家, 告诉全家, 告诉他的太太, 看到媳妇, 告诉他的女儿, 你要为我通通念佛, 没想到念了三天, 周广大老居士告诉大家, 阿弥陀佛来了, 我现在要跟着阿弥陀佛走, 而且大家看到阿弥陀佛在屋顶, 而且又闻到异香, 就走了嘛, 三天呢, 你看, 证明了什么,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, 若一日, 若二日, 乃至七日, 得身彼国, 周广大老居士, 才三天接受佛法, 我们已经三年了, 都是一样, 所以真的不容易, 我们再来看, 英歌法师, 犯了清规, 你看, 读了英国报应, 出家人犯了清规, 将来会堕地狱的, 那怎么办, 后来看到一部往生传, 起了一个信心, 把门关起来, 三天三月不吃饭, 不睡觉, 不喝水, 念这句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, 没想到三天三月把阿弥陀佛念来, 阿弥陀佛告诉英歌法师, 英歌法师,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, 十年以后, 我再来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英歌法师, 明白自己的喜性, 明白自己的喜气, 如果还等十年, 那我这个喜气, 会带来很多的麻烦, 告诉阿弥陀佛, 十年的寿命, 我不要, 我现在就跟着你去, 阿弥陀佛就答应他, 好, 既然你说命不要了, 那我明天来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, 没想到, 明天早上打开门, 告诉大家, 阿弥陀佛要来接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很多人怀疑, 怀疑他一个犯轻规的, 像这样的人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, 那好啊, 等得巧啊, 我来看你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, 没想到英格法师请这些同僧道友来, 为他祝念, 才念了几声哦, 他告诉大家, 阿弥陀佛来了, 我要走了, 逍遥自在啊, 想走就走, 想留就留, 三天三月, 我们今天关门起来, 三年不一定也能够把阿弥陀佛请来, 这个就是说明什么了, 说明啊, 释迦牟尼佛, 两千五百年讲, 在阿弥陀佛心所说的是真的, 只要你具足, 而且那个心非常的肯切, 念念不舍,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, 除此之外, 没有第二年, 像这样的念佛的人, 我告诉大家, 一万当中一万个人往生西方极乐, 那今天啊, 我就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,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, 要珍惜这个机会, 珍惜这个机会, 都是等于给自己这个机会, 不要再受到六道轮回自苦, 生老病死就是苦, 爱别离苦, 验真慧, 得不到的自己的心愿, 自己做不了主, 那个真的很苦的,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功, 在这个世上, 在这个生活里面, 我们要念佛自在, 怎么自在, 你要徐远, 徐远而易, 随喜功德, 不要去勉强, 不要去斤斤计较, 没必要的, 都是假的, 海贤老儿上常常假的, 啥都是假的, 生不带来, 死不带去, 没必要去计较, 最计较的, 我们要牵挂什么, 牵挂这句名号, 那个才重要, 那你这一生那就不带来, 将来啊, 我们能够跟, 这个是我们西奥的同修,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总干事, 这个是我们的法器, 这个是我们的父亲, 你看多好, 诸善善人聚会一处, 天天去死方诸佛国土去旅游, 天天去死方诸佛国土, 去见死方诸佛国土, 去供养, 那不是很好了吗, 我们一定要听话, 要老实, 今天呢, 我就简单来跟大家, 说到这个地方, 祝大家身体健康, 又是最重要的, 天华老实, 谢谢大家, 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, 是阿弥陀佛的, 相会咖啥妈妈妈, 谢谢大家